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继续给他带来韩服预选赛第三天的比赛 这里是第二场RNR对阵teamwin 这边RNR是搬掉了祭司 圣心愿搬祭司 可以 问题不大 但是你放出了先知加机械 这两个有点厉害 这两个角色 然后打一首女巫 先知不搬的话 打女巫 然后对面好像有针对性的选出了一首调酒 感觉这把女巫 开局要抓机械师 除了机械师以外 其他人都不太好抓 因为女巫抓先知呢 蛮 蛮烦的 说实话蛮烦的 你这个寄生信徒跟过去 他 他可以卡你 他不怕你那一刀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那一刀 你打出去的时候他顶鸟 你这个信徒会消 然后他顿破了以后的信徒会消 你再想抓他就比较的讨厌了 所以说一般来说女巫 他也不太会选择 就是如果有的选 肯定是先抓机械师 没得选 把你鸟的盾 骗出来以后再打了 但是肯定不会去选择这个调酒了 因为有先知的调酒师 可以遛女巫很久很久 我都能想象出这个女巫 可能会被遛掉三台机 好吧 这边开局脸上第一个人是佣兵 看了一眼拉开过去 这边看到机械师娃娃了 这是一个不错的信号 机械师是场上面最好抓的人 这边操作一手娃娃 那寄生 他可能会先打一刀 可能会先打一刀 我们看一下这边 机械师好像是有感觉 队友可能有抱 这边先寄生 寄生完以后 原生不动了 板子下掉 拉原生过来 不敢翻 先吃一刀 这刀打中以后 我感觉先知这个鸟 可以不要给机械师了 给机械师 除非他能够转一个大点 比如说 往外面遛一圈以后 然后待会儿找机会 去往医院里面转 但我觉得没必要 这一个鸟最好 还是待会儿给佣兵 这样的话不吃一个双岛 因为现在机械师要做的 就是尽量的拖时间 然后尽量的用玩耳修机就好了 其实其他的就没有什么 太多的一个可操作的空间了 你说一个机械师 想要遛一个女巫 那可能性太小了 这边挂上 然后寄生 寄生完了以后 对吧 就是一个里面 一个外面 简称一个女巫的防守 叫里应外合 哎 这边放狗了 放狗了 放狗了 哎 压脚步 狗子 一个护臂弹 没弹掉 这一手如果弹掉就很舒服了 这边直接往前冲 一定要直接往前冲 然后顶着鸟 先知的鸟都可以给 就是要把这拨人救下来 来拖拖拖 两边都在拖 不给鸟吗 给鸟了 还是给到了这里的佣兵 佣兵无伤 嗯 可以啊 可以 问题不大 这边会寄生一手佣兵 但是因为佣兵现在是满血 所以说你寄生 他的一个效果就很差 我硬吃你 到我开我的电击 反正下一步我大不了不救 或者让队友救 哪个电击修完的哪个去救 机械师这一轮娃娃是能够开掉一台电击的 那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场面上面 如果说佣兵把自己的遗产补掉 先知已经在修最后一台了 这里是非常非常想打一刀调酒啊 这调酒看一下喝不喝酒 好像喝上了 喝上以后这边牵起来挂上 这把是求生者的一个宝瓶真胜局 屠夫的一个宝瓶局 女巫那边想要管这里的遗产 不太管得住啊 不太管得住 这边帮佣兵的信徒一旦消掉以后 小房这台电击就能开 我们可以看到万之卫先知在开 娃娃也在开 三台电击够了 这边只要有一个人来救 好 还是佣兵来救 比较稳 佣兵能救 可以吃三刀 可以救 然后那边的调酒师和调酒师补佣兵的电击 先知这一台是最关键的 因为先知那台应该是差的最多的 我们看到先知这台已经差不多压好了 电击已经压好了 那这一轮就看救人了 哎呀 没救下来 这一波狗子咬的这个佣兵很难受啊 完全没救下来 差了一点点啊 两轮放狗 第一轮放狗的效果不是特别大 第二轮放狗还是可以的 哎呦 这狗子 狗子摔倒了 你改信吗 这狗子摔倒了 切闪现吧 切闪现留一个 他如果想留更多的话 哎 这边先打一刀 没打中 再打蓄力刀 好打中了佣兵 但是佣兵其实这段时间是可以强行开门的 但佣兵没有这样做 没这样做的话 这佣兵可能走不了呀 这边直接传送了 佣兵看往哪儿倒 好 这里门已经开掉 这个能走 先知这里 我们看一下 女巫是有寄生的 大门这边佣兵的一个位置不太对 先知这边一个弹窗加速往前走 这里 哎呦 哎呦 一刀漂亮 两个人倒地 这一波女巫 如果让他翻过来 感觉权势者应该是给了一些机会的 首先他们 第一时间 那波救人 稍微的拖了久了一点 其实我觉得从我们现在后面来复盘来看的话 刚才佣兵完全不需要去削那个信徒 我就当着你的面在你面前修 我就把小房的电机当着你的面修掉 然后让调酒师去救 这样的话 女巫那一波防守的一个放狗的一个时间点 就没有那么的早了 因为我佣兵在那边修机 佣兵和调酒师是在那边摸了 那个削了 信徒削了很久 这波时间如果省下来 提前去救人的话 感觉上面应该更有机会一点 感觉上面更有机会一点 然后佣兵是可以吃一刀震慑的 佣兵是可以吃一刀震慑的 这边是想要拖一刀斩拖完 这一刀斩都没结束 大哥 这你在想啥呢 这想等一刀斩结束了 然后去把这个先知捞一手 这时间算的也不对 这一刀斩结束了 我们看一刀斩时间结束 刚好先知上挂飞 先知刚好飞天 这白给了一个三杀 感觉这把是一个三跑的一个局 打得好是一个三跑 打得再不进吗 也是个平局 女巫都没有兴趣再去找人 女巫觉得这把平局 已经很不错了的情况下 这里佣兵来了一个白给 我感觉刚才女巫 那个小狗摔倒的时候 她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口了 非常非常的慌 结果求生者这边白给了 这个血亏 这个血亏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 看下场比赛